跟之前一樣 我還是想說分享一些 我個人覺得還不錯的案例 給大家做參考 加成大家學習的印象 我們就是用精華酒店剪製作為例子 我首先要有幾個聲明 因為這是網路上的一個課程 第一個 為什麼要用精華酒店 主要的原因是 它是台灣第一個 在賺錢的情況之下 以退還陷阱的方式 來做這個減資 以往的話都是有虧損的 然後再做減資 再引進政治的動作 引進策略投資人 這種情況之下 大家也許比較好去了解 2002年就是民國91年 它那時候做了一個 第一個退還陷阱的減資 第二個我要先聲明 也許在討論的過程中 因為是課程 當然有一些觀點 這只是課程上的一些討論 並沒有說牽涉到 跟這個精華酒店公司本身的 這個我要先聲明 或者這樣對這種課程 在網路上博士 我是覺得是有點懇生的 那精華酒店 它成為台灣首家 在以賺錢的情況之下 從事現金減資的公司 所以我個人覺得是蠻特別的 那再回到 現在2015回到13年前 你看回到13年前 有多少市場上 有多少投資人知道說 這個現金減資 原來還可以用 退還現金的方式 我看是 是可以算得出來 是不多的 除非你本身有一些比較專業的 像那種財經的背景 像如果是以我個人的話 也許可以了解 那2002年10月 第一次現金減資 金華酒店的股本 從43億元 減到21.56元 換句話講 它這次的減資 就是要減退還股東 總共是21.44元 這其實當時是蠻大的金額 因為接近快一半了 等於是說 我這個錢要退去 那你 以提升公司營運的效率 或還財與股東 為主軸的話 那只是說 你怎麼去想想這個問題 首先我覺得說 我們就是 以這個案例來做討論 到底有沒有提升公司營運的效率 這是可以debate的 因為基本上 我個人覺得 整個減資的動作 還是一種財務上的操作 它對於營運要怎麼樣 提升這個效率 我其實是覺得 是 我只保留了意見 當然 市場上有不同的看法 這我都尊重 那你也可以說 你把集團瘦身 好像比較輕盈 財務的狀況 比例比較好 什麼 有一些比例比較好看 等等 但是你想想看 這對營運有什麼影響嗎 事實上坦白講 我個人覺得是沒有的 那還財與股東 這個我覺得是有的 基本上來講 這是股東的錢 所以你退房給股東 所以基本上就是不用課稅 如果說你是 要用現金鼓勵 或者是股票鼓勵 給股東的話 那基本上 你也是要被課稅 尤其現在是2015年 大概6月左右 最近都是在開股東會 股東會之後 可能就要決定 現金鼓勵發多少 股票鼓勵發多少 就會有出息 或儲權等等 那這個時候 你拿到的這個錢 就會變成怎麼樣 就會變成是一個 一個現金 就會被課稅 好 那再來就是金華再減資 所以他2002年做了一次 然後4年之後 他又做了第二次 那台北金華宣布 他在2006年的8月16號 他又大幅的現金減資 那股本由原來的21.56 繼續降 因為他從43減資 21.40 21.56 那21.56 再降到6億 所以基本上要減掉15.56 所以你把15.56加21.44 他整個減資的比例 這次年來 大概是72點多 總共退還給股東每一股 大概是7.2元 其實就是說 這個東西要回到歷史上去看 就是說 13年前這樣的一個例子 事實上我來講 我覺得對市場上 應該還是一個比較屬於震撼的 2002年跟2006年 大概13年前跟10年前 因為從來還沒有做過 那2002年之後 當然有很多公司 就開始學了 金華酒店的腳步 他就是有現金的時候 他要用退還現金的方式去減資 讓他整個財務的比例 比如說EPS比較好看 本益比向上提升 或者是你的鏡子提高等等 這個東西倒是 倒是從那時候就慢慢開始出現了 那股價也從宣布減資前不到100元的價位 減資之後一度來到最高414.5元 那造就了傳產股王的傳奇 並帶動後續近年來的減資風潮 其實事實上你可以想想看 他當初這個減資 你看一般投資大眾其實也不明就已 我坦白講是這樣子 然後一減資股價它重新發揮會比較高 然後可能覺得不知道什麼情況之下 讓他的股價一直往上漲 那我基本上我認為是這樣子 高獲利的公司進行現金減資 我認為還是健康的財務工程 因為他的資本報酬將會更新量力 且精於本業 那如果有多餘的這個錢 不如可以補動做更好的投資 那我覺得這是可以接受的 那從金華飯店的BUG那時候看起來 每年有很多的現金流入 那如果公司理財保守 不如就把錢推給股東 去進行更高的獲利 那因為股東的錢 你賺了你保留盈餘 那保留盈餘你可以不怕鼓勵 你繼續把這些做投資嘛 那你也可以把錢退還給股東 讓他自己去投資啊 好這個東西是 是可以去做取省 那像你說像Apple啊 或是Microsoft 或是Google他們 一開始也都不發鼓勵嘛 所以他這個錢繼續在做投資嘛 所以才會創造後來這麼 偉大的一個企業 很不簡單的 那如果你覺得你不夠 如果有什麼前景的投資計畫 那你W就退回去 這個基本上我是OK的 可以同意的 那簡資是有兩種 一種是彌補虧損 然後一種是屬於進行財務上的調整 那我想金華應該還是屬於後者的 那你可以看簡資前後的股價變化 所以你可以看它基本上是整個是往上升的 但是這邊我要提到 提升公司效率我覺得還是美其名 為什麼 因為進行現金減資啊 坦白說只是透過股本的鎖減啊 然後達到快速提升每股的稅後營運 以及什麼樣 提升股東的權益報酬率啊 那你說真的要提升公司的營運效率 所以這個除非你有很大的一個 一個 這證明或是文獻上你可以說服我 我基本上我是比較不贊同這種說法的 那當然我們是課堂上 如果你贊同這種說法 我覺得是fine的齁 我們都尊重的齁 那採用這種說法的 我個人覺得應該是財務數字的一種操弄操作 不要講操弄應該是操作比較好 只用操作的財務是遊戲而已啊 好 那還財與股東還是大股東的鋪滿 那以當時的股權結構來講 這個潘氏兄弟啊 他基本上他持有3.16萬張跟2.9萬張 佔整個金華酒店的股份是4.05 那事實上透過整個家族的持有 還有其他的投資公司嘛 合計持有大概30.6萬張金華酒店的股票 其實佔總的股份高達將近百分之七十億啊 也就是說從金華酒店的股權結構來看 應該是百分之七十億都是屬於這個大股東的嘛 這個 所有的這邊的敘述都是從 我載入這個網路上面來的齁 所以我只是說我也找不到這樣的資料 但是這樣子就是說基本上的股權結構還是大股東 那如果說你從43 扣掉21.44 再從 剩下21.56 21.56 21.56億再扣掉 多少剩下6億 那中間這個所有的錢啊 其實大部分百分之七十 是回到這個大股東的手上嘛 那這個又不用付稅 所以基本上來講 這是聽我覺得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沒有說錯 就財務操作來講 這是OK的啊 因為這本來就是你的錢嘛 那你把它退回去 這是fine 那你為什麼不發現金鼓勵 因為發現金鼓勵你可能要扣很多稅啊 所以是有這樣的一個因素啊 所以其實第二次的減資 道容小益嘛 你股本從21.6 那退完股東的股款 那整個家族的持股 比重達65.55 那換言之 這是現金的減資 約有10.2億回到 那總共是回到 手上是大概26點多啊 而且不少錢耶 這些錢都是不用課稅的啊 這是值得我們大家去討論的 尤其是這樣的一個case 然後再來的話 你來看它的持股啊 一開始是71啊 之後變65.55 那它整個股價是往上升的啊 那這個中間有沒有出多獲利 其實這些都是可以去討論的 那我在這邊要特別深 這種做法都沒有什麼不對 如果套去現在的講法 就是觀感的不同而已啊 你這樣子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錢 回到你自己的身上 那你再去做投資 那你為什麼不把錢當初就留在公司 你再去做投資呢 那你是不是加回整個金華9天的股東 或者你錢退回去之後 你大概佔70%吧 那你錢拿了你去做很多的投資 那剩下30%的其他股東呢 可能就沒有辦法享受這一塊啊 人家當初來購買你公司的股票 一定是認為你的經營跟策略非常棒啊 那你再整個判定經營的這個reputation也很好 人家信任你 但是因為這樣子的話 他可能沒有辦法去共享你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另外的看法是 回到當初啊 那個時候可能 我們跟大陸那邊可能在很多 還是有一些限制 是不是有一些其他佈局 大概用這種方式 把這個現金轉出去 這個我不曉得 這個有 所以我是說 從那個年代去判斷 有沒有這種可能性啊 如果有的話 那可能就是政策 逼著政策的使然 讓很多人不得不做這樣的一個選擇 好 那接下來就給大家看 這個華映的減資千億啊 這是我之前在剛開始談的時候也有提到啊 就是華映的減資千億 基本上減資相當多啊 那他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主要的目的就是 他的每股靜值啊 已經跌到五塊以下了 如果你不及時做的話啊 就會被打入全個交個股啊 這是很麻煩的 那你減資之後 你又可以辦理海外的增資啊 那你錢才會進來嘛 那進來的話 你才有辦法去做一些改變嘛 所以你不要看到千億減資 或兩三千億減資都緊張 主要的事要是 公司他未來要怎麼去做 我覺得這是比較關鍵的 然後減資之後再私募 那這我就要提喔 這就是蠻特別的喔 台灣在2002年開始 進化球隊的現金減資 那他到2010年的時候啊 你看當初這個上市貴公司啊 減資然後再私募的動作不斷了 那現在當然政府對私募的規範是稍微嚴格一點啊 不過在2010年的時候 那時候早期的時候可能還沒有這麼嚴格喔 你看減資規模破紀錄啊 為什麼要這樣子喔 你可以看看喔 其中啊 私募的家族也創新高啊 所以就覺得有一些不太合理的地方啊 那我這邊的資料是到2011年5月啊 到年終而已 還不到年終啊 台灣共有82家上市貴公司公告減資 減資的進來約達到3000億 非常非常可怕的啊 減資幅度最大的好像是字機齁 他還減掉將近97啊 那是不是有質疑有一些公司在坑殺小普通 進行部位的搬運動 我覺得這麼多家公司裡面絕對有 但是我不知道是誰 但是我覺得有 不可能這樣子 所有的階段這麼大龐大的 在做一個減資喔 那 減資主要的 為什麼 因為減資之後 你股本減少你在增資 那私募的話呢 私募的話 你是可以嗆特定人 來做增資的 所以你可以看啊 這個根據這個發行 私募價格不得低於 定價日前一三五個營日日 折疑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的 簡單算數的平均數的八成 所以說為了要這樣 為了是什麼 為了說你怕私募 你把他 前面把他打壓底價 打股價 讓他有機會來認購 那之後股價來上漲的話 他可以把老股賣出去 那他新的股的話 持有的成本就變低嘛 他就有這樣的一個想法在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喔 他當初這個私募是在2001年 泡沫化了之後啊 政府會幫助企業啊 讓他整個籌售資金方便一點啊 他其優點是可以快速的讓資金進來 比現金增值所說的限制較少 那是可以引進策略的夥伴嘛 等等啊 所以啊 當然他這邊我第二條有寫啊 他有一些規範的喔 比如說台灣需要有股東會的二分之一的股東出席 三分之二以上的出席股東同意 才能夠做的 那另外私募股 未來能不能上市 駐環境外有一定規定 也要到達一定的標準才可以啊 那私募圖利是大股東嘛 就是私募就是引進資金嘛 我們叫做private placement 那你可以補足帳上資金的不足外 另一方面就是引進策略的投資者 Statistic Investing 那他通常是排除怎麼樣 這原股東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員工的優先任股權 這個我們叫做preemptive right 就好像這個可轉換公司債一樣 他也是可以 譬如說恰特定人士來認購的喔 那大股東呢 其實原本手上就有持股啊 那透過私募啊 認購比較低的股票 來增加持股後 再將這個勞股換個方式出售啊 那你持有的股還是不變嘛 現在當然 這樣監理嚴格多了不容易啊 我是說早期的時候 但低價任購的 私募跟老股有兩成的價差 他又賺了一票 那所以在 之前在定價的期間啊 通常公司股價就是不動 或者是大股東企圖 壓低這個私募的價格 那等到私募完成之後 那時候股價就放利多啊 上漲 他就把它套利出去了 或者是私募價格定在面額十塊一下 那這中間的炸價 價差的話 公司還要當成累積虧損 所以他等於是被剝了兩成皮啊 那我舉的這個都是歷史的案件 那但是因為一年一年啊 隨著時代的進步啊 軍管會主管機關他的監理當然是越來越嚴格啊 所以你也可以 你不用說去挑戰說 欸這個好像現在不是這樣 我講的是 我講減資的時候 我舉過去的案例給你聽 那過去的案例是代表 市場還沒到那個階段的時候 有很多人先用這樣子做 他把很多的機會都拿走了 那當然之後就要日趨嚴格啊 要保護市場上廣大的投資者 那反之呢 如果我們透過私募要引進特略投資人 那中場這種情況就會拉高股價 但還來認購嘛 這樣就不會稀釋過多元有股東的權益啊 那你怎麼判斷 他到底是 是不是要引進特略投資人呢 事實上坦白講很簡單嘛 你要看如果公司負債比例又不高 那他如果現金 他負債不到五成 帳方現金也充裕 那他說要辦你私募 那你就要想想看目的何在啊 你負債比例不高 如果跟同業比也很低 跟你自己過去比也很低 那你倒不如你就舉債就好了嘛 或是你信心聰明你還要辦你政治幹嘛 那至於是否能夠引進特略投資人 我覺得最直接的方法是你可以去了解啦 如果你要 你論文你不相信 你就不要當他的投資人 你就把它賣掉 那如果你要參與的話 那你就要去確認 那我就會比較詳細 所以我們這邊主軸是在講剪製的目的 那我舉了金華酒店的例子 這沒有我的立場在裡面 或是把資訊收集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再有一些像提到華映的剪製啊 然後之後再提到說五年前 台灣整個市場大量的剪製又大量的私募 那主要原因他為什麼要用私募呢 那就是讓大家了解一下 其實私募是可以恰特定人的 那中間有沒有這樣子 在做一些財務上的操作在做套利 我個人覺得是一定有 不過就是過去了啦 然後現在就是說 可能主管機關要接你要做嚴格一點 要保護市場上的投資者 那如果是私募的話 你簡直之後要在 到底他是不是私募 你可以去判斷說 也許你帳面上現金充裕的話 那你還是私募幹嘛 那如果你是打交待帳的話 那這個就是OK的 因為打交待帳的話 這些投資者可能會要求你 那你如果不打交待帳的話 我不進來 所以這邊讓大家做一些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提供給大家做一些參考這樣 好 謝謝